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0月6日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颁发了 发给美国马赛州赛大学医学院的安博路斯 以及哈佛医学院的鲁福肯 是表彰他们发现了微小RNA 我不知道自称比谁都懂诺贝尔奖的饶意 有没有预测到这次的诺贝尔奖 如果预测到的话 也没有什么可摧的 因为这个奖的颁发完全是在意料之中 在此之前他们两个人已经一起 由于这个发现 获得了很多的生物学领域的奖 这包括2008年一起获得拉斯克医学奖 那个奖被认为是诺贝尔生理学奖的一个风向标 还有获得了沃尔夫奖 获得了奖金最多的突破奖 所以就差这么一个诺贝尔奖 那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发现那么重要 是怎么发现的呢 接下来就来讲一讲 最早做这项工作的是安波洛斯 他在197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导师呢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巴尔蒂摩 也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然后呢 他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另外一个实验室 霍尔维茨实验室 去做博士后的研究 霍尔维茨实验室研究的 是一种很小的乳虫 叫做秀丽引肝献虫 这种虫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动物 因为很小 所以呢 对他的各种各样的基因 基因突变的研究都非常的透彻 霍尔维茨也是因为研究这种现虫 后来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安波洛斯去这个实验室 做博士后研究之前呢 霍尔维茨实验室 已经发现了 这种现虫 有两个基因突变 跟一个现虫的发育有关的 一个基因呢 叫令十四 如果发生了图片 那么呢 这个现虫就不发育了 就停在那个幼虫的阶段 那另外一种基因呢 叫令四 这个基因呢 如果发生了突变的话 现虫会从幼虫发育成成虫 但是呢 有一些组织啊 器官呢 就乱讨了 比如说 他的那个生殖器的开口 没了 这样的话 就在这个现虫的体内 就会有很多的软堆积在里头 排不出去啊 那安布洛斯去做博士后 发现这两种基因 是关联在一起的 这个令四的基因 能够调控令十四的基因的表达 令十四的基因的产物呢 是一种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呢 是一种调控的因子 对幼虫的发育 要发育成成虫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呢 那到了成虫阶段以后 这种基因就不能再生产 这个蛋白质了 不然的话就乱好了 而安布洛斯的发现呢 就是这个令四 它起到的作用 是可以在现虫的成虫阶段 抑制令十四的表达 也就是说不让它产生 令十四的蛋白质 所以如果说这个令四的基因 发生了突变 没法抑制令十四的表达 它就会产生很多的 令十四的蛋白质 这样的话 就让这个现虫的发育呢 就出现了紊乱 1982年呢 这鲁福肯也读完了博士了 他的博士学位 是在哈佛大学读的 之后呢 也到了霍尔维之实验室 去做博士后研究 这两个人就一起来 从事这项研究 研究的是什么呢 是想把这个令十四的基因 给克隆出来 但是那时候80年代 要克隆出一个基因 那可不容易了 是极其艰难的工作 所以到1985年 两个人做完了博士后 这项工作也还没完成 但是两个人都找到工作 安布鲁斯呢 是去了哈佛大学 当助理教授去了 而鲁福肯呢 也是去了哈佛 但是是到了哈佛医学院 两个人呢 就继续合作 分头研究这个问题 分别去克隆基因 安布鲁斯 他分到的是克隆令十四的基因 而鲁福肯分到的是克隆令十四基因 他们在哈佛工作的这段时间 有了很重要的发现 大家回想一想 高中生物课的内容 基因呢 是在DNA上面的 然后以DNA作为某板 可以合成RNA 这个过程呢 叫做转录 然后以RNA为某板 可以合成蛋白质 那这个过程呢 叫做翻译 那安布鲁斯 把鲁斯基因克隆出来之后 就发现 根据它的某板 合成的那个RNA 非常的短 只有22个核甘酸 那显然 以这么短的RNA 是没法说用它来 合成蛋白质的 所以他就怀疑 这个鲁斯的基因的产物 就只是这种RNA 这么短的22个核甘酸的RNA 没有说再进一步的 用它来合成蛋白质 也就是所谓的非编码RNA 不编码蛋白质的 因为这个很短 后来呢 这个RNA就被叫做微小RNA 而鲁夫肯呢 把令石式的那个基因 克隆出来了 所以在1992年 两个人碰头 就去对他们分别克隆出来的 这两种基因的序列 就发现那个令石式 那个基因 它是序列是比较长的 然后它的后 在编码之后呢 还有一段非编码的区 而这个令石的 那个RNA的序列 跟令石式 在编码之后的 那一段序列 有相似性 有部分的可以配对 大家记得那个 奖基配对的原则 它是可以跟它配对 那不完全是配对 所以这样就想到了 为什么这个令石的RNA微小 能够去调控 抑制令石式的基因呢 是因为它能够 跟令石式的那个RNA 在编码之后的 那个片段 结合上去以后 把它的这个RNA 要合成蛋白质的 这个步骤抑制住了 没法合成蛋白质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它的抑制作用 的激励就是这样 这样呢 他们就同时在细胞 那个著名的杂志上面 分别发表了论文 安波洛斯的论文 就是关于这个令石的 基因的产物 是一个微小RNA 而鲁夫肯的论文 就是关于微小RNA的 调控的机理 论文是在1993年 发表的 那个时候呢 因为长期做不出来 什么重大的发现 安波洛斯在哈佛大学 没法待下去了 拿不到 所谓的终身教职 哈佛大学是很恶心的 一般的大学 是你做了四年的助理教授 然后身为副教授 就可以相当于一个终身教职 哈佛不是了 你这副教授还不是终身教职 必须是正教授 才是 终身的教职 所以安波洛斯在哈佛 待了八年 还没有拿到 这个终身教职 那怎么办 只好换学校的 所以他在1992年 就换到达特茅斯 去当教授去了 这个鲁夫肯 是一直就在哈佛医学院 就这么待下来了 那他们这篇论文发表了 虽然是在非常好的期刊上 发表 但是呢 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别的生物上面 找不到类似的这种微小 所以呢 所以呢 人们就认为说 你们在线虫上面发现了有什么微小的 你也能够起套 调控的 这样这个现象有意思 但是呢 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没用的 可能只是线虫这种动物呢 是比较古怪 所以有这种东西 那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的 比如说你在别的动物身上找不到 特别是在人的身上找不到 有这种微小RNA的话 那你这个发现线虫还用了 没用的呀 进一步的突破呢 是这个鲁夫肯做出来的 他在1999年的时候呢 就找到了 在线虫上面呢 还有另外一种微小RNA 是21个合肝酸的RNA 叫LAT7 它能够调控另外一种基因 LIN41的这么一种基因 那个时候呢 大家知道 1999年人类基因组工程 已经接近完工了 大量的关于人的序列 都公布了 那么这个鲁夫肯 发现了这个LAT7 微小RNA之后呢 他就拿那个序列去搜 去搜人的 那个基因组的序列 就发现了 有一段 跟这个LAT7的 这个序列 是很接近的 那也就意味着 在人的身上 也有这种微小的RNA 然后再继续的 去搜别的 动物的 这基因的序列 就发现 在他找到的 各种各样的 动物的那些基因组 里头呢 都有这种LAT7的 微小RNA 这样呢 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了 那么就知道 这个微小RNA的 调控的机理 并不是说只有线虫 那种古怪的 小乳虫才有的 而是呢 在所有的 动物上面 全都有的 微小RNA就变成了 一个热点 各个实验室 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然后有更多的 微小RNA 就被发现了 到现在呢 已经有发现了 两千多种的 微小RNA 那这些微小RNA呢 它对于 生物的发育 对于细胞的 命运 生理功能 都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跟一些疾病有关系 特别是呢 跟癌症发生有关系 所以这样的话 就不仅说 有基础研究的意义 还有医学的意义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非常大的利益 也非常有实用价值的 这么一个研究的利益 这两个人就出名了 在2007年的时候 哈佛大学 就想邀请 安波洛斯再回来吧 他说到哈佛大学 去当教授 就安波洛斯这个人 他很有骨气 他不去了 不再到哈佛大学去了 而是呢 跳槽改去了 马赛州赛大学 医学院去当教授了 原来鲁夫卡 就一直在哈佛医学院当教授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